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世界炒得热热闹闹 国内民愤巨大 网上炒成了一国州 后来美国说它华盛顿号不进黄海 但是它在日本还继续演习 而且规模很大 把F22都出动了 所以应该说这次美韩的军演是多年来最大规模的一次 出动了200多架战机 8000多人 这次军演 明处是做给朝鲜看 就是你朝鲜不要欺负南韩 实际上是做给中国看 就是告诉中国 美国在远东还有这么强大的军事实力 那么这次军演 实际上中国呢 这边也一直在考虑对策 那么我们在美韩军演的前后 一共进行了三次演习 东海的演习 黄海的两次演习 济南军区和南京军区都动用了部队和战机 所以这次看上去就美国和中国两个国家 在远东地区已经是一种剑拔弩张的态势了 而在南海呢 中国宣布了这个南海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之后 前不久 希拉丽就说在南海的这个通行问题上涉及到美国的国家利益 那么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表态 实际上背后和越南 菲律宾 马来西亚这些国家有很大的关系 他们在后边希望美国给他们撑腰 给他们撑台 来在南海问题上继续和中国这个周旋 那我说现在实际上在西太平洋 从东北亚到台海到南海 这三个点成了一条线 所以说现在中美关系在军事这个方面 已经是一种白热化的一种状态 说对抗也行 说中美现在处在四十年来的最一个新低 也可以说得过去 这些形势的变化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您刚提到西太平洋呈现了一条线 究竟什么因素会促使美国会在西太平洋的表现如此的强硬呢 我认为有这么几个因素 一个因素就是美国从奥巴马上台以后 一直想从阿富汗和伊拉克脱身 他想从中东脱出来 脱出来以后 这样的话美国原来很大的注意力在欧洲和在中东 那么现在他要把它转移到亚洲来 把它转移到亚洲来 这就使得美国的战略重心在向亚洲倾向 同时呢还有一个因素 就中国这些年经济的发展日益的强大 中国周边的这些国家都不得不依赖中国的这个巨大市场 来维持这个经济的发展 包括韩国包括日本包括东南亚这些国家 都不得不依赖中国这个庞大的市场 可以说中国的市场是他们这些国家经济发展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源头 对 那么这样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日本首先是出现了要脱离欧美回归亚洲 他要回到这就算优积夫提出这个主张 他要建立新东北亚的这个同盟这些想法 这个被美国人搞下去了 是的 他失败了 但是不等于说就算优积夫下台 他的这种思想也就跟着消失了 因为这种思想在日本肯定是有相当一大部分人有这种想法 你想想美国在日本这个对日本这个日元广场协议以后 让日本吃了二十年的苦 这个莆田间机场在日本有这么大的民愤 日本美日之间的关系啊 也出现了这样一种松动 或者是出一种紧张状态 所以美国是希望通过这次美韩军演 既告诉韩国又告诉日本 就是不要说你们现在靠着中国的市场 你们觉得你在亚洲就可以行了 我依然是在军事上是老大 他通过敲打这个朝鲜 做给韩国和日本看 所以这次美韩军演 破例的叫日本有四个观察员上华盛顿去观战 其实韩国和日本之间的矛盾是很坚弱 韩国其实不想要他们 不想让他们上 但是看在美国的面子也不得不这样做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美国现在是摆出了一个态势来表示这种强硬 这种强硬啊 有一点要和中国较劲的味道 但是呢我并不认为这就是要和中国发生严重冲突 OK 因为这个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啊 多少年来都是在碰碰撞撞的 这个答而不破 就在不断的对抗 但是又不撕破脸皮的情况下 往前走 OK 好 所以那究竟照您认为您的这样的想法是您的想法 但是其实现在有另外一种说法就认为呢 近期的这一系列的动作呢 其实是美方在进行围堵中国的这种布局 那稍后我们再请您为我们解释一下 您同不同意这样的看法 我们稍后再请您告诉您的想法 好 给观众我们休息片刻 回头继续实时开讲